看到這可怕的場景是在台南市 有民眾日前開車經過了府前二路時 旁邊的大樓外牆突然剝落 而好大一塊的磁磚水泥塊 就直接砸到地面 還要出了巨像 還差一點集中一旁 這個行進洞的車輛 讓駕駛給嚇壞了 激動大叫 那麼重回到這個事發現場 發現碎石已經被挪到一邊的人行道上面了 不過我們看到 就每一塊碎石都比成人的巴掌都還要大 真的非常的危險 而現在公務局已經還請大樓管委會進行改善 轎車行駛在馬路上 突然間 再把畫面放大來看 居然是天降磁磚水泥塊 直接砸到地上 碎裂成好幾塊 差點擊中一旁車輛 不但駕駛嚇壞 附近居民也感到恐慌 這地點就位於臺南市中西區府前二路上 十八號下午兩點多 一處大樓外牆剝落 石塊直接往下砸 差點砸到車輛 實際重回現場 磁磚碎塊已經被挪到人行道上 拿起一塊還可以感覺到重量不輕 而且有好幾塊都比成人的手掌還要大 要是砸到人真的不堪設想 抬頭一看大樓外牆也能看到 剝落的地方明顯少了一大塊 附近騎樓也因此貼上小心落實的警告標語 趕赴現場以交通追警戒線圈圍危險區域 並於現場引導人車安全通行 公務局將喊請管理委員會改善 也會督促改善的狀況 以為民眾的安全 同時也提醒最近天氣溫差大 建築外牆有剝落的可能 民眾外出時需要特別留意 華視新聞 由劉漢生參謀劇陳姓仁天安報道